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董事局主席 唐應年 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董事局主席 他認為西九文化區 對香港整體的文化藝術發展 有什麼意義? 對推動本地文藝產業 擔當著什麼角色? 香港如何成為 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 歡迎收看行傳錦然 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沒有去到西九龍? 現在西九已經不同了 他已經成為了香港藝術文化的地標 也將藝術文化帶入市民生活的一部分 我們今天請到的嘉賓 就是西九文化管理局主席唐應年 來到這裡和我們一起聊聊天 Herry 你好 歡迎Herry 阿春 你好 那時候你曾經和政府管過錢 又做過政務 現在做藝術文化 老實實 你的藝術細胞是否增加了很多? 我的藝術細胞我相信不會增加 不過一直是對藝術的學習 深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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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識多很多 因為是好的 阿春 為什麼呢? 因為我自己很相信活到老 學到老 無論是人生什麼階段都好 你可以不斷地學習 其實是好事 現在西九的面目已經改變了 現在那幾個館都上了馬 例如氣谷中心、N Plus、故宮等 你自己的一個評估 這個藝術文化中心和你們預計 所謂的普及度 受歡迎的程度 你覺得他們不是預期 或者你覺得他們是否成功 這個整個西港文化區的計劃 是我由2008年開始 當時做政務司司長 也是西港文化管理局第一任的主席 我本身的構思已經是我想打造一個最有活力的文化藝術區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香港這個經濟社會、民生的階段 我們已經是從一個小漁村去到做貿易、做行運 跟著開始一路做金融、專業服務 但下一個階段是什麼? 我覺得現在很多年輕人 他未必想做律師、會計師 他未必想做銀行 他可能很喜歡藝術、文化藝術的東西 但過往父母不鼓勵小朋友去讀文化藝術 有很多考慮 賺不到錢 因為賺不到吃 即是他說 你將來怎樣賺吃 這是一個很實在的考慮 我是完全理解的 所以文化藝術除了做畫家、表演者 很多很多專業、貿易、物流 技術、拆展、很多這類的工作 是跟文化藝術完全息息相關的 所以我當時就說 我要做一個文化藝術 作為香港一個新的台階 一個新的行業 同時也可以給我們香港人 有一個好去存 西港文化區 我們將會是全國都是暴行區 這是全世界唯一一個 從第一天開始 設計已經是一個暴行區 很多空間 很多空間 所以我們第一個開始的時候 第一個開的是藝術公園 很多人去 現在周末你去一下 現在有些人山人海 然後就是戲曲中心 我們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 然後就是M加當代藝術館 然後就是故宮 然後當中我們也開了一個自由空間 給年輕人 無論是舞蹈、戲劇、畫劇 都可以各式各樣的表演空間 然後還有一個多功能 其實主要是舞蹈和舞台劇的中心 然後我們還有一個音樂中心 現在正在設計 所以在多方面來說 你說是否比我們原先的估計 好了還是差了 人流差了 因為我們現在沒有了內地的遊客 所以人流是差了 那個地標 簡直是在高鐵站一出來 不用過馬路 很方便 在地下通道走出來 就已經是戲曲中心 然後再多走一百米 就已經可以去到M加 然後再多走一百米 就可以去到故宮 即是你根本一路是全海景 一個無遮無掩的海景 所以是一個很舒服的地方 不過因為我們沒有內地遊客 所以人流是少了 但是少得來 我們在過去M加開了一年 裡面有三個月我們閉了館 因為新冠 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們閉了館 我們已經超過了二百萬的房客 其實Henry這個數字又不錯 不錯 即是說 再加上我們故宮7月2日開的 到今天四個月左右 四個半月 我們已經有超過五十萬遊客 即是說很明顯 香港的市民 是很想有一個這樣的地方 當然他們也是沒有地方去 所以困在香港的時候 都好 沒有問題的 因為他們看了之後 他們覺得挺好 希望他們可以再回來再回來 將西九文化區 變成他們生活的一部分 都好像剛才Scarlett所說的 這是令到我們新一代的香港人 是他們感覺到西九文化區 是我的地方 我是對於這個文化區 我是有一種 pride 我是覺得全世界 我現在出來說我們文化藝術 我們有什麼有什麼有什麼 亦都融入了我們生活的一部分 都是很重要的 在這個部分 今時今日 有不少人 我看到在M街也好故宮也好 他們帶了一些小朋友 看故宮 他們就明白花瓶多漂亮 起碼他懂得看 看當代藝術 有時候看著他是什麼 沒有抽象 要有想像力 我可以理解的 他八歲未必會看 但不要緊 你說將他接觸一下 認識一下生活的一部分 亦都去西九 就好像是等於一個 我的兒子帶我的孫子 星期日可以出去那裡 踩一下單車 走一下 很舒服 喝一杯東西 挺舒服的 Harian 你將西九作為 亞洲藝術文化交流中心 以它為一個目標 究竟是我們的條件太好 還是區內沒有其他的競爭動手 會不會是 因為我們有一個條件是 新加坡、日本、南韓 可能未必有我們這樣的條件 所以我們才可以頂足而立 Scarlett 我們不是第一個想做文化藝術交流中心 其實在過去亞洲 東京第一個 東京一直都想做文化藝術中心 但東京一直都做不成功 做不到國際 日本他做得很好 但他做不到國際 為什麼呢 因為日本人不是那麼多元 是一種容納別人的地方 所以他有很多東西 仍然是日文 只好說日文 很多人不懂得說英文 亦都是令到他們 無論是海關 很多問題 他們是沒有解決到的 所以東京已經肥了老了 第二個試的就是新加坡 因為新加坡都看得到 未來新一代的人士 是會對文化藝術 是很有響往做這個行業的 所以新加坡都在 二十多年前 都想打造一個文化藝術交流中心 但亦都不行 因為他的市場太小 跟著呢 就是上海 上海亦都是在West Bank那裡 是很想做一個文化藝術的 大型文化藝術中心 到目前他們不成功的 因為呢 上海未有這個條件 他沒有這個客觀條件 他的人民幣不是一個自由流通 兌換的貨幣 再加上他的海關問題 亦都相當之嚴苛 所以呢 上海亦都暫時是沒有這個條件做 所以呢 變成造就了我們有這個條件 我們的海關 對於藝術品 除了你是受管制那些之外 如果不是的話 我們藝術品基本上全部開放 我們都不會抽你關稅 你賺了錢你在這裡交稅 但是呢 如果你是貨幣的話呢 我們都不會收你稅 所以呢 海關稅制法律制度很健全 所以就 我們硬件一向都有這個條件 但是 以往是沒有什麼軟件的 就是說呢 我們文化藝術的設施是很有限的 嗯 人才 都不是太多 因為很多爸爸媽媽呢 不是很想那些兒子女女呢 去讀藝術 是 所以呢 就過往 我們一向都沒有這個條件去做 但是現在我們有 嗯 不但我們建立了一些硬件的設施 所以我們更加是越來越多年青人 是 有興趣這行 讀這一行的 OK 有很多在香港本地 或者在外國去讀完大學 讀fine art 或者讀art history 然後呢 從事這個行業 不同的工種 所以我們也是有優勢的 在這個部分 我覺得我們有絕對的優勢 所以 今次 國家的十四五規劃裡面 它是訂定了香港一個新的任命 是 它的任務就是 讓我們做一個 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 一句說話是十粒字而已 這十粒字裡面呢 它是包含了 它全個國家所有城市 它沒有寫這十粒字下去的 只是香港有 嗯 所以 那就是說呢 給了我們這個平台 你去發展文化藝術交流中心 嗯 令到我們的空間大了很多 是 所以這些就是 東京又沒有 新加坡又沒有 上海又沒有 只有我們有 如果蠟燭亞洲 那是否意味著 即未來的展品 其實都會以亞洲文化為主呢 我們故宮不只是故宮爺 我們現在在八號館那裏 我們已經開始製造藝術品 所以現在它的藝術品的收藏 是全世界最大的 也都有很多歐洲名家的 例如Rubens Van Dyke 這些歐洲名家的藏品 所以這次呢 它借了一百多件給我們 去做展覽 很值得看 即是說 立足亞洲都不等於說 我們的焦點 只擺在亞洲的展品 我們都是全世界的 中外的結晶 中外文化 就說呢 我們是做一個交流中心的 我們不是原始 只有原始的亞洲文化 我們是有交流中心 但是Henry 藝術品的價值 很多時候就在拍賣場上 反映出來 但是和西九這個藝術交流中心 又未必真的掛勾 因為藝術品它的價值 和我們的展覽 中間有沒有任何的聯繫呢 或者這樣說呢 如果我們要將普及化 我們又不可以說 收到很貴的入場 各樣東西 那我們的財政上 是否仍然需要 譬如有政府支持 有各方面的支持 才可以維持到呢 政府當然已經有支持我們 是的 它的福地不收我的錢 也給了216億給我們 作為起步的資本 是 當然216億是不夠錢 已經蓋了這麼多東西的 不過這個不要緊 我們說呢 我一向都說 這幅地是地王 是的 我們怎樣將這幅地王 我不是只要賺錢 我要將這幅地 令到香港人覺得 地不只是用來炒 也不只是用來建一些很貴的東西 我們可以建一些 給香港市民很認識 也都生活一部分的地方 一個好的去住 嗯 所以就 這幅地呢 我們當然 要建很多文化藝術設施 那些我們基本上 全部都要中央補貼的 這個補貼就是 在我們管理局的那筆錢裏 去補貼他們 政府沒有再給錢給我們的 嗯 第二 就是我們要令到 我們有一些商業的 商業的設施 無論是寫字樓或者是餐飲設施 是可以賺到一些錢 嗯 令到我們是有資源去補貼 那些文化藝術設施 是 當然錢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我們現在的建築費 這十年 一直在砰砰砰砰砰 都不是便宜 是的 還起得很交關 我們亦都遇到一定的 我們建築上的困難 就好像M家 爛了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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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有一定的困難 但是我們都一一克服了困難 所以現在可以成功開到館 亦都是受市民的歡迎 那Herry 目前的財政狀況 是否都可以的 我們財政狀況 一點都不可以的 因為我們現在建出來的那些 全部都是要補貼的項目 氣曲 自由空間 M家 還有故宮 都是要我們中央管理局 貼錢給它 亦都跟全世界一樣 全世界所有的文化藝術設施 基本上沒有人可以自負盈歸 所有都要一個補貼 所以我覺得我們在建的過程當中 我們建了文化藝術設施 當然市民是會歡迎的 但是我們財政上 亦都變了不是兩條腿走路 不是一個要補貼 一個懂得賺錢 一個可以賺了錢補貼 賺了錢補貼 而是我們單腳走 長貧難顧 那怎樣呢 長遠來怎樣看呢 我親自每一年都要去一次立法會 去交代一下 回報一下整個文化區的發展 我也說 今天香港社會的經濟上 很多市民都已經是日子非常難過 水深火熱之中 我認為我們做文化藝術 不要不應該和民生項目的支出 去政府欠資源 因為我們欠資源 你給了錢給我 在某些地方便會少了 因為政府的資源是有限的 我說 我有一個很寶貴的資源 就是我的地 我怎樣利用我的地 我去賺多一點錢 來做文化藝術的補貼 你等我去想辦法 不過你要給我一些空間 去做 即是說改變土地用途 不要考慮得那麼緊 有個彈性 大一點就可能好一點 在這部份 Scarlett 這個就是你們行星大學 你們的學生 一定有很多專家 其實很多人說 戲曲中心 長租較為貴 你知道現在有很多藝術團體要演出 這個小的粵劇團 可能寧可去高山劇場 會否在這個時候想想 有些調整 給他們一些機會 可以在地標演出 有很多人說貴 亦有人說我們太便宜 是嗎 當然有人說太便宜 有人說我們太便宜 我們收費是三級制 如果你是做中國戲劇 無論你是做粵劇也好 昆劇也好 穿劇也好 或者是上海粵劇也好 收費是最便宜的 即我們叫做一級收費 如果你是一個藝術團體 但不是戲曲的 例如音樂、畫劇 我們就是二級收費 是一個加一倍的 比起一級收費 收費就加一倍 然後如果你是一個商業機構 譬如我是一個會計師行 我做一個大型的座談會 我來借我戲曲中心 我們的收費是第三級 就是二級的再加一倍 所以 怎麼有人租 對 很貴 那個是少的 那個真的沒有人租 但譬如我們本來是三萬元租 一千個座位 如果你是一個做音樂的 我們就會收六萬 如果你再不是的話 我們會收十二萬 譬如這樣 我打算我本來收二萬多 或者三萬元一千個座位 三十元一個座位 你都做不到的 我又不覺得是很貴 除開來算 除開來算 我又不覺得真的很貴 因為三十元一個座位 但如果你說是 為什麼有人會批評我們 現在有些人批評我們 太便宜了 因為其實香港很多人 喜歡唱大戲 他們自己會組一些小藝團 來玩 自己玩唱戲 他們可以租我的戲曲中心 就是用一級收費 這個一級收費 所以現在多了這樣的人來租 這些小團體來租 我不是說這些小團體不好 而是他們的興趣 我亦都很欣賞他們 有這一門的興趣 亦都會來租這個大台 因為我們的音響 他喜歡自己玩 他自己玩 他在圍內開心一下 他自己玩 他自己就包回所有的票 他包回所有的票 他加起來 他一個消費 幾萬元 幾萬元可能幾十個人分 一場幾十萬元一場 幾十個人分 當你一百個人分 每人幾千元 每人幾千元 幾千元 他可以去一個國際級大舞台 玩 我們的音響設施 一定比任何一個劇場漂亮 我這樣 原來有這樣的事情 所以現在有些人說 我訂不到牆 就因為有很多小藝團訂了 哦 突然想起西島有一個功能 就是講好香港故事 怎樣講好香港故事 我覺得我們只要講回香港這個地方 香港的活力已經很久 鄧小平當時是說得對的 他鼓勵我們當時內地中國人 來香港走一走看一看 因為你可以聽很多人說話 讀很多文獻 但你來走一走看一看 遠遠給你看電視的 是認識得更多的 所以我覺得呢 我們首先要鼓勵多些人 可以回香港 所以最近政府在對外的 對外的訪問 或者參加大型會議 國際級的大型會議 也都我們舉辦了金融峰會 也都舉辦了一系列的 例如七攬 接著又有法律的會議 這些我們都是吸引到 很多外地來的訪客 來到香港 很多人很開心 給你一個正面的形象 外面的人 所以我想最重要的是 第一件事 吸引多些人回來香港 多走走多看看 第二就是我們香港的優勢 第一個優勢就是我們香港人 香港人其實是很有活力 亦都很進取 很懂得做生意 亦都很懂得如何說好香港故事 每個人說回自己的故事已經很好 所以第一個優勢是我們香港人 第二就是我們整個社會的氣氛 現在人家說 我們已經新冠了三年 大家都很累 可以理解 但是我都明白到 我們香港不可以隨便 給疫情在香港完全肆虐 因為這樣一來 我們對整個公共醫療系統 他會想的 是 二來人命的傷亡 現在已經超過一萬人過世了 如果你說人命的傷亡太多的時候 就會令到市民對政府很有反感 Henry剛剛說好香港故事 我一件事說起來 可能和你很合適 因為我們剛剛現在計劃 開一個藝術文化的傳播 一個這樣的課程 即是藝術文化傳播 即是怎樣去說好我們藝術文化故事 而你剛才說 年輕人入行不只是畫家 不只是做雕塑家 可能很多工種都對 你覺得我們藝術文化的傳播 這種課程 對發展 你覺得大家是否可以接到鬼 我當然可以接到 阿春 我不要說做畫家 或者做雕塑家 我估計今天認識一個樂器 尤其是你們學生那個年代的人 幾乎每個都會認識某些樂器 學彈琴差不多好像打字一樣 好像是基本功夫 拉小提琴很多 亦都有很多人玩不同的樂器 但你要讓人明白到 你不需要做一個 一個唱歌曲 即是去一個舞台上表演彈鋼琴 你才可以出色 有作曲家 有編劇 有拆展 編導的人士 全部都是很有內涵 增值很大 達在文化藝術 不過不是坐在台前表演 宣傳傳播的人 都可以發揮到功能 當然是 因為無論他的功格多厲害 沒有宣傳 沒有人知道他那麼厲害 你只是彈給爸爸媽媽聽 沒有用 沒有用的 所以我們開這個 藝術和文化交流 Harry一定要多支持我們 一定 藝術這件事 我經常覺得很主觀 而且有時候很爭議性 雖然香港是一個比較開放的社會 但西九文化局 如何應對一些藝術品 例如藝術水平高低 誰去頂 或者遇到有爭議性 又如何處理 這個很簡單 情人眼淚出西絲 這句話你實明白 所以 藝術水平高低 所以 每一件藝術品 每一出音樂 每一場戲 你可以很喜愛 亦都可以很憎恨 但是 你不要當它是一件傢俬 看完之後 你忘記了 這就是藝術了 一個好的藝術 不是普通的一張茶几 我走出去 我不會記得這張茶几的樣子 但是我會記得 阿春 我會記得Scarland 這些都是 即是說 每一個人 他要觸動到 刺激到你的神經 令到你喜歡和有印象 所以你不會擔心爭議 會不會令社會有很多聲音 太擔心 我在M家開館的時候 我講過多次 我亦都會不停再講 就是 我們文化藝術 一定要守法 第二 我們用一個客觀持平的態度 去處理文化藝術 但亦都需要有創作的空間 讓這些藝術界去表達 發揮他們的創意 這樣才是一個成功的文化藝術中心 如果不是 為什麼我們西國文化區 主席是可以官式做 即是做 我做政府的時候 第一 然後我離開了政府 非官亦都可以做 就是因為文化藝術 盡量不要有政府色彩 盡量脫離了政府的色彩 這樣便會發揮空間更大 別人亦都不會帶著一個有色眼鏡 來看你 我覺得這些是重要的 Haren 你覺得現在西國文化 目前最大的困難和挑戰是甚麼 最大的困難當然是財政 除了財政 會不會比如說宣傳 或者旅客都可能是 高質的旅客 或者手羅展品 旅客我們就管不了 因為旅客來不來香港 就要視乎我們香港的防疫條件 他們認為我來香港旅遊 符不符合 我會不會開心 所以這個 我們目前是控制不到的 當然如果政府問我們意見 我們一定會把我們的意見 很如實地表達 第二件事 我自己覺得 我們亦都有這個責任 怎樣去進一步打造 西港文化區 作為一個世界最有活力的文化區 因為我們這些東西是聚的 世界上 倫敦、紐約的文化區 不是每天都聚在這麼近的範圍 我們很多東西都聚在一個範圍 當然我們還有香港博物館 我們有其他的藝術館 有大館 有各式各樣的 但是這麼聚的 其實我們是全世界只有我們一個 所以我自己認為 先做好自己 將我們自己不斷地做得越做越好 然後才我們可以有條件 走出國外 成為一個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 Herry來到這裡 有沒有什麼金句和年青人 跟我們分享一下 金句我不敢說 我很多金句都被人有負面影響 負面 標籤的 不過我只是會這樣說 我們鼓勵我們年青人 他們要有一個思想上要開放 包容 令到我們這個香港多元化的社會 可以添加文化藝術這個色彩 不僅是經濟、社會、民生上 更加會令我們生活上更多之多彩 謝謝Henry 今天很感謝Henry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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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hing is impossible 我真的相信是沒有事情做不到的 當然你可能要找很多新的方法 又可能你要做很多不同的突破 你才能做到一件事情 但是只要你相信你要走到那個目標 你其實一定行得到的